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韩国啊 9月16号啊,9月16号非常关键的一个日子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9月16号这一天可能对于很多的韩国人来说啊 忽然有了一种我们韩国就是超级大国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了 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9月16号这一天同时发生了啊 美国跟韩国,中国跟韩国的一些对话 而且级别还不低哦 这种对话里面谈的东西还都是非常硬的 但是啊,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可以从韩国的啊 这9月16号这一天跟中国跟美国 双方都谈了哪些的内容 以及里面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中美博弈的一个走向 以及啊,很多的同学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就韩国要跳反 然后的话,咱们要接下来看下去啊 韩国会不会跳反 从9月16号这一天 他也可以看到关于什么这个韩国是不是大国 咱们啊,先放回不说 但是的话,对于韩国人来说可能比较有意义 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看一看中美博弈 以及韩国的走向 以及东亚的局势 以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把美国挤出亚洲 挤出东亚 进行的怎么样了 韩国他跳反了没有啊 对不对 可能很多同学比较关心这个 今天我会跟大家慢慢来聊啊 先聊一聊啊 这个韩国跟中国跟美国 他都谈了什么 最近啊 这个海外的媒体啊 对于啊 这个中韩之间的对话 他的那个定义 他那个标题啊 有点有意思啊 这个标题跟韩国的韩联社 就韩国的官媒 党媒 喉舌 然后的话 他那个标题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啊 这个标题 咱们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尹虚啊 会见了这个栗战书 对不对 这个级别可差着呢 对不对 尹虚你是啊 一个国家老大的级别 然后的话啊 这个这个级别有点差啊 对不对 你这个副总统 你跟栗战书见 都有点不大不大合适的一种 一种状态 但是的话 韩国就这样去做了 咱们先记住 这个这个级别的这个差别啊 但是讲了什么呢 海外的媒体的标题 定了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不应让 这个尹虚也说啊 不应让萨德的问题 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 萨德问题啊 千万别成为中韩 两国关系的绊脚石后 释出了一些韩国 对于中国的一些善意 对不对 而且里边讲了一些 其实关于这个中韩关系的 提升 而且还什么 两国人民的友好 等等等等 一些问题 但是重点呢 包含两个 一个是萨德 一个是朝鲜问题啊 然后的话 这个朝鲜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 非常关键啊 朝鲜问题 韩国那边说的也是非常硬啊 因为尹虚也提出了一个 大胆的战略 大胆的构想 大胆哦 真的是很大胆 这不是媒体给他起的名字 是韩国人自己起的 叫大胆的构想 你知道吗 大胆的战略啊 韩国同时向中国 向美国都提出了 关于朝鲜问题的一些 大胆的构想 咱们可以看看 中国和韩国和美国 都是如何回应的 以及这个大胆的构想啊 韩国能否成功 以及韩国为什么要提这种东西 今天都会跟大家解释啊 但是咱们先分析一下啊 尹虚也跟栗战书啊 所说的这个 萨德的这个问题啊 他都说了哪些啊 这个尹虚也他称啊 正如两国外长 上个月会晤时 就有关问题形成的共识 两国应保持密切沟通 不应让有关问题 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 韩国总统氏啊 介绍栗战书啊 就两国有必要在敏感问题上 密切沟通表示赞同 咱们这边的态度很清楚 对不对 反正你跟我密切沟通着 这个东西啊 中国肯定是非常关注的 关于萨德这个问题 你韩国要小心对待 但是总而言之 韩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韩国的态度 总而我跟你密切沟通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但是希望这个问题 别成为两国的绊脚石 韩国的态度在软化 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 韩国啊 韩国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野虚越啊 跟那栗战书啊 进行会面 其实差着几遍呢 咱们关于这个 就是韩国向咱们来提 这个朝鲜问题的 这个大胆构想 咱们待会儿 待会儿再聊 我会跟大家放在 跟美国那一块啊 一起来对比 大家就明白 有意思的地方了啊 咱们接下来看 韩国跟美国 谈的是哪些东西啊 韩国跟美国提的是啊 这个也是朝鲜的问题啊 非常非常重要 只提了朝鲜问题 但是的话 谈的是 这个这个美国人啊 给这个韩国啊 提供了非常非常多 用气的东西啊 包含核武器都提出来了 美国最近真的是啊 这核武器张嘴闭嘴 他就来啊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世界上面 中国现在正在针对 美国往澳大利亚 弄什么核潜艇技术 这个事情啊 中国在正在 在国际的啊 场合里面 对美国处处的啊 来质疑 而且在国际上面 这个新闻议题 已经变得 变成大新闻了 现在不仅是 澳大利亚问题 包含像日本 美国也跟日本人 来谈什么核武器的 一些问题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聊过 现在跟韩国也来提 核武器的一些问题 美国呀 这个用心呢 这呆都 这嫌恶 都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韩国 日本 包括澳大利亚 你都在提核武器的一些问题 美国想要干嘛 但是咱们先看一看 韩国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 美国爸爸爱我们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美韩之间的会议 是在华盛顿啊 举行的啊 美国国务院大楼啊 举办 举办了 举行了 高级别的延伸 威胁战略磋商 高级别 级别特别高 待会儿我跟大家介绍 参与参会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级别 这个双方就朝鲜开发核武等 导致区域内紧张局势升级 表达深刻忧虑 并商定加强核武 传统战略资产 导弹防御等遏制态势 压倒性的对朝鲜 任何核攻击 这压倒性的应对啊 朝鲜任何的核攻击啊 总而言之 你看见没 美国和韩国要加强核武啊 这样的一个态势 然后呢 要应对呢 这个朝鲜任何的核攻击 哎呀 你看一看 这要韩国人看到了 可能会觉得真的好爽啊 美国真的是痛快啊 给我们核武器 让我们应对了啊 但是啊 这个问题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美国 他做这种事 韩国 他真的能得力吗 其实非常简单 美国啊 要给这个韩国核保护伞的话啊 他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韩国没有核武器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朝鲜 他可是有自己的核武器啊 朝鲜用不着自己的核武器 朝鲜拿那点大炮 就能轰手腕 也就焊成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想一想 这双边的关系 它是不对等的 如果说韩国要持续的啊 依赖于美国的什么 这个保护 更加的想要美国的核保护伞的话 韩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真的一目了然 对不对 因为你还是要过一手的嘛 韩国 然后到要是朝鲜的话 根本就用不着过一手 直接就可以弄你的话啊 这个可能这个局势到底会生会成什么样啊 怎么相信啊 明眼都猜得出来 但是的话就美国跟韩国谈核武器这种事 核保护伞这种事啊 纯属胡闹 纯属胡闹 我相信啊 这个韩国也明白 为什么这样跟大家说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 要介绍一下 与会的人员的级别啊 就韩国呢 这个是外交部的第一次官 也就副外长 这样的一个级别 然后的话 国防部 韩国的国防部啊 也是什么次官 也是副防长 这样的一个级别去的 美国派的呢 是这个什么 一个副国务卿啊 负责国际安全 和什么防核武器扩散事务的 这个副国务卿 一个防核武器扩散的一个副国务卿 跟韩国来谈 我要给你核保护伞 这也挺逗的啊 当然美国就这种 这种形象嘛 对不对 双标是正常状态啊 然后的话 美国还派了什么国防部 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 然后怎么怎么样 总而言之吧 韩国派了两个啊 韩国派了一个第一次官 也就第一副部长 也派了一个国防部的一个次官 美国派的呢 都不知道排名第几位的 什么副国务卿啊 什么副国防部长啊 总而言之 这个级别差着呢 对不对 而且咱们也可以看到 虽然说啊 这个会议被叫的这个声量啊 很大 就什么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会议 高级别的延伸威慑战略磋商 看起来这名头很大 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副部长的一个级别 你说一个副部长的级别 他能弹出什么核保护伞 核武器这玩意儿 现在就那么不值钱 一个副部长就能喊得出来吗 总而言之韩国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对不对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对不对 谁更重要一点呢 尹虚叶建立战书 级别差什么 韩国跟美国来谈啊 勉强算是对等 都是负 都是负值 那中美两国在韩国这边 谁更加的重要 其实韩国的选择 已经很清楚了 而且美国啊 对待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 现在张嘴闭嘴都开始谈到核武器了 你说美国 对不对 然后你就这种态度 是不是稍显得有点不负责任 那对于韩国人来说 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只要这种新闻深入的看下去 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害怕呀 那这样的让你感觉到害怕的新闻 他会感觉你美国会更加的亲近吗 其实大家可以慢慢去想啊 总而言之 韩国的这种选择也能够让大家看得出来 中美博弈这一方面 韩国倒向了哪边呢 接下来刚才跟大家聊 要关于要谈一谈 关于啊 这个 这个啊 韩国这个朝鲜的问题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关于啊 这个尹虚业跟绿战书谈朝鲜问题 以及 这个韩国跟美国谈朝鲜问题 都是怎么说的啊 咱们先聊一聊 这个美国啊 美国跟这个韩国是怎么样 来聊这个朝鲜问题的啊 这个关于这个尹虚业提出来的这个大胆构想啊 美方再次强调 美方对韩国政府对朝新政策 对朝鲜的新政策啊 大胆构想 这是一个政策的名字啊 所设的目标表示大力的支持 并承诺了 为了实现这个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将继续与韩国方面协调并付出努力 让双方还商定加强合作啊 应对朝鲜逃避制裁和非法网络活动 后边这半 这半句话不要也可以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美国啊 这个对这个朝这个韩国的这个大胆构想的这个政策的 表示了大力的支持啊 大力的支持 美国是这种态度 然后的话 这个尹虚业跟中国啊 也就是尹虚业跟这个栗战书啊 他提的这个呢 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有不同之处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然后的话 这个尹虚业向栗战书介绍了这个大胆构想 对不对 大胆构想啊 尹虚业强调啊 韩国政府将毫无动摇的推进大胆构想 维护啊 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然后咱们这边的反应啊 栗战书对此称 他对此 他对此构想有 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我了解的更多了 然后就我将呢向习近平报告有关内容 没有评语 就没有评论 我也没有评价啊 我知道了啊 你给我介绍了是吧 啊 我了解的更多了 这是中国的态度 我相信啊 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大胆构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呢 可能会比较感兴趣 以及 大家如果了解了啊 这个大胆构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的话 大家就知道韩国人他的一个想法以及啊 咱们为什么做出啊 就是我知道了啊 我知道了 我回去汇报 就这种态度 我没有评论 为什么是这种态度 咱们也就明白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胆构想啊 大胆构想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啊 这个朝鲜无核化啊 然后对这个实现朝鲜半岛 东北亚乃至全球可持续和平不可后缺 就朝鲜半岛一定要无核化 但是呢 他这个具体内容呢 就是包括啊 对朝鲜实施粮食供应啊 这个很不错吧 对不对 韩国要对朝鲜实施粮食供应 向朝鲜支援发电以及输电设施 要向朝鲜供电啊 也不错 对不对 其实都不错啊 援助朝鲜进行港湾和机场的现代化建设 就港口嘛 然后呢 支援朝鲜医疗设施现代化 对朝鲜进行国际投资和金融支援等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里面都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就是这个粮食粮食问题 这民生问题 对不对 也包含了像基础建设 就是关于什么支援发电 还有输电设施基础建设 还包含了这个基础建设里面的港口机场的建设 对不对 还包含了这个朝鲜的医疗的建设啊 对不对 也包含了这个朝鲜的这个经济的建设 对不对 什么对朝鲜进行国际投资金融支援 大家可以看看韩国到底想要干嘛 大家想想韩国到底想干嘛 你要这样真让韩国这样去做了 真让韩国这样去做了 韩国什么供应粮食 韩国供应电 然后韩国什么建设机场 建设港口 韩国建设建设医疗设施 韩国什么投资金融支援等等等等这些 相当于朝鲜就归你韩国管了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一个国家 他要做的事情就这些 医疗民生基础建设 金融经济 对不对 就这些东西 然后的话你韩国要全国插手进来 且不说是好事还不是好事 但是总而言之 那朝鲜的未来就归你韩国来管了 什么叫大胆构想 这就是大胆构想 你说他大不大胆 你就说他大不大胆吧 所以说咱们听完栗战书 听完这段话之后只能说 我是有深入的了解了 回去汇报 我不给你一个答复 我也没法给你一个答复 美国的态度呢 就是韩国 对不对 你我大力支持 你就你就把这个朝鲜的这个什么 医疗基础建设 能源 然后的话这个粮食啊 这个民生问题 还有经济啊 金融的问题 你全部拿下来吧 我美国支持你 问题是韩国能够做到吗 韩国想要做到 能够依赖美国吗 美国如果有能力让韩国做到 美国可能就会端着架 对不对 美国就不会说大力支持 只有能够让韩国做到的国家 才会说 哦我知道了 没评论呢 所以说韩国接下来将要依赖于谁 你从对于韩国对于朝鲜的这个政策 我估计各位都能够评价的出来 韩国到底未来要更加的依赖于谁呢 其实啊今天啊 咱们讲个总讲个讲个总结一点的话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韩国这一天 9月16号这一天 跟中国跟美国都进行了比较重要的会谈 然后的话这个会谈出来的朝鲜问题都是重点 虽然说跟中国的会谈里面包含了一部分啊 关于萨德的问题 跟美国的这个会谈里面包含了一部分 美国要保护啊 这个韩国的问题 要给韩国什么后期啊 这种问题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但是总而言之朝鲜问题是重点 然后啊 这个这个韩国这个心啊 真的是比较大 这个野心比较大 想要统一朝鲜半岛 而且是以韩国主导统一的方式来进行 但是你想要这样去做 你想要达成这样的结果 有可能吗 其实朝鲜那边已经回应了 尹虚业的这个大胆的构想 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来回应的 总而言之骂了一通啊 你胡闹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大胆 总而言之大家就能想到 就是朝鲜那个态度 对于尹虚业的这个大胆构想 非常非常不满意 因为朝鲜不可能同意 朝鲜要同意了啊 那我的民生 我的基础建设 我的这个能源 我的这个医疗 我的这个经济 全让你韩国进来了 那我说实话 那金家就甭在这个朝鲜执政了 那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把自己这个国家里边的 这些这些啊 这些重要的节点 全给了韩国来做 不可能 所以说呢 韩国这个时候 对不对 在在做什么呢 在要价 对不对 这就是韩国的态度 在要价 但是韩国你值不值这个钱 你自己掂量就行了 其实啊 这个世界啊 正在发生急速的改变 东亚也在发生急速的改变 对不对 韩国现在的态度 其实很明显 你想要依赖美国做事情 美国啊 他不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他会把这个事情做的啊 问题越来越大 矛盾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美国在朝鲜问题 提核武器的问题 美国要自己要给这个 韩国要核 核 核保护伞 你这个朝鲜半岛 不打得血头乎裂 才有鬼 就慢慢看就行了 但是美国也只是一提 韩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级别 也都是副部长 这样的一个级别 那起的作用也没那么大 韩国更加的依赖于谁 你就看一看 栗战书一来 是引须越来建 韩国更加的依赖于中国呀 昨天这啊 中美博弈里边的韩国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取向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韩国想要做成事 韩国想要达成一定的目的 他必须依赖于中国 而不能依赖于美国 美国现在态度是什么呢 你闹得越凶 你的矛盾越大 美国更加的有理由来亚洲 来搞事情吗 美国的态度就是如此啊 如果说朝鲜 对不对 试验一回合武器啊 那美国就更加的有理由 来亚洲了吗 韩国日本加决费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韩国和日本就会更加的 依赖于美国呀 对不对 朝鲜有合武器 要打我怎么办呢 那我们现在没办法 只好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伞 这是美国的目的 美国想要达成 自己这样的目的的话 朝鲜半岛必须要 有一些问题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如此期待 金正恩要搞一次 核实验的一个原因 这喊了几个月了 金正恩也没有搞核实验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的一个根本 不仅是如此 不仅是如此 咱们要聊聊 韩国的跳法 对不对 那现在大家看到了没有 韩国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那是更加的依赖于谁呢 那韩国如果要更加的依赖于美国 什么事都做不成 而且到最后会更加的依赖于美国 而且到最后 对不对 朝鲜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只有朝鲜闹得越凶 美国才更加的对于韩国更加的有影响力啊 所以说呢 你像尹穴 他要怎么办 现在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了 对于韩国来说 所以说呢 他选择跟栗战书来见面 他选择跟栗战书提出来了 哪怕栗战书对于这个大胆的构想 回应是不嫌不淡 以及没有任何的评论 他也得提 而且新闻报道照样给你放出来 总而言之 那大家想一想啊 这个韩国啊 他到底未来将如何发展呢 韩国是不是啊 咱们从韩国跟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会谈 把朝鲜问题放成一个重心 那大家想一想 他是不是最重视朝鲜问题 当然 朝鲜问题代表了安全 对不对 代表了所谓的统一 朝鲜半岛的统一 对不对 对于韩国来说 对于尹穴来说 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啊 有作为的这么一个总统的话 他这些东西呢 必须得做 因为韩国的历任的政治人物 朝鲜问题 他都躲不开 但是刚才说了 必须依赖于中国 为什么 之前跟大家聊过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现在美国的影响力 在亚洲这块是掉的越来越厉害 对不对 而且呢 掉的如此厉害的话 美国的影响力 如果在亚洲继续扩大的话 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 别解决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啊 对于对于韩国来说 也不希望美国 然后利用朝鲜 把这个矛盾加大 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困难化 这个问题更加的难解决 那如果想要解决的话 他有一个前提 他有一个前提 比如说啊 像尹序也想要达成这个 大胆构想的话 他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很简单 这个前提啊 这个前提就是 你韩国对于中国来说 是更加的强于朝鲜吗 谁更听话一点 我肯定会更加的有利于谁 对不对啊 因为朝鲜半岛的统一啊 我觉得也是一种趋势 虽然说很多同学会认为 朝鲜可能是一个啊 战略的一个屏障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大家想想 如果韩国也倒向 倒向中国这一边 这个屏障是不是更深了 这个屏障会不会阻挡 日本呢 对不对啊 日本上面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啊 同样也是如此 韩国上面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但是的话 如果说 对不对 韩国的整体导向啊 导向于中国这一边的话 美国的军事基地照样也是一个摆设 早晚也得走人 就跟日本的这个修陷一样 如果日本修陷了 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日本的存在 可能就会更加的尴尬 原因也就是在这 总而言之啊 大家慢慢看下去吧 总而言之啊 如果朝鲜表现的 比韩国 啊不 总而言之吧 韩国表现的比朝鲜 更乖的话 也许啊 这个大胆构想能成功 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是 这个大胆构想 就是韩国控制朝鲜嘛 但是如果说 朝鲜表现的比 韩国更好的话 那未来的朝鲜办法统一 可能是以 以朝鲜为主 但是我相信啊 韩国是不想这样的 不想这样的 因为美国的影响力降低了 如果朝鲜半导统一的话 我相信韩国是不希望朝鲜 主导这个事情的 如果是 韩国想要主导的话 那怎么办呢 他没有任何办法了 刚才讲了 韩国要跳法 你就冲着朝鲜问题 想要解决的话 这个跳法 他也 避不了 避不了 免不了呢 必须要跳 不然的话 到最后 如果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越来越往下去降的话 韩国还想要 对不对 还想要变成这个统一的主导一方吗 那韩国就只能是做梦了 所以说呢 这些问题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这个东亚的局势将会如何如何改变 总而言之吧 那如果说韩国对于中国的依赖 越来越重的话 美国的影响力 在东亚是不是又会越来越小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圈 那美国如何办呢 那美国只能是寄希望于朝鲜了 但是朝鲜 然后的话 也觉得 对不对 现在的话 你美国来了之后 对于朝鲜有什么用呢 美国也得不到什么样的利益 哪怕中国跑到联合国上去说 要减少对于朝鲜的制裁 美国也是不同意那一方 美国你这个利益都给不出来的话 那朝鲜如何信赖美国呢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亚洲的局势 亚洲的国局 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总而言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局势正在往哪个方向去倒 对不对 然后很多同学质疑的 这个韩国跳法 咱们看一看 是不是正在进行中的 咱慢慢看下去吧 这个世界就在这样去发展了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咱们看下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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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啊